关注阿中,做饭轻松,大家好,我是阿中 今天我们为大家分享一款 粮业饭必备的一道菜,肉皮冻 肉皮冻大家都会做 但是怎样才能把皮冻做的口弹不腥 清澈透亮呢 好,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分享一款皮冻的制作方法 好,话不多说,我们开工 接下来我们就把肉皮处理一下 我们选用制造皮冻的肉皮啊 一定要选这种白色的,上面没有毛的 像这种,就是比较刺一点的肉皮 这种做出来的还要过滤 这么多肉皮是我们攒了两个月才攒这么多 下面我们开始处理肉皮 首先我们把这个肉皮上面的毛啊,给它练一下 好,我们所有的肉皮烫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冲水 好,我们进锅上火 加清水 下入肉皮 加入少许的陈皮和花椒 这样更好的去腥 然后放入葱和姜 再加入黄酒 这样才能更好的去除腥味 我们小火烧开 煮20分钟左右就可以撈出了 好,大家看一下时间到了 我们关火 现在满屋飘香啊 一点呢,肉皮的腥臭味都没有 一股清香 好,我们捞出过凉 好,我们把它洗干净 冲凉 好,我们把冲过凉的肉皮 给它处理一下 首先我们把肉皮上面带的肥油 给它刮掉 要清除的干净一点 清一过之后 然后我们让刀到我们烧过的地方 给它刮一下 刮干净 所有的肉皮都这样处理就可以了 好,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处理好的肉皮 现在我们再给它焯一下水 我们进锅上火 加清水 加入少许的食用碱 然后加入少许的白醋 再放入少许的白酒 好,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是味料更好的去除 肉皮中的腥臭味 我们烧开就可以了 好,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关火 捞出 我们放到冷水中迅速过凉 我们所有的肉皮处理好了 现在我们挑一点白的 剪出来 大家看一下 挑干净的 上面没毛的 这一种 像这一种 我们挑出来 我们把这种没毛的 给它切成 宽一点的条 好,我们切好之后 装盘备用 另外 我们把这种灰的 然后切成大块 好,切好之后 我们装入盘中备用 好 下面我们把切好的这个肉皮 放入这个粉色机中 我们分匹次的 给它打成最粒 打好之后 我们倒入盆中备用 我们把打好的肉皮碎 倒进去 然后加清水 大家要记住比例 一份的肉皮 加三份的水 也就是 一斤的肉皮 放三斤的水 这样就差不多了 准备好之后 我们把我们切好的这个肉皮条 也放进去 最后放入一块姜 两段葱 然后盖上盖 这压制一个小时 好,这样就可以了 时间到了 我打开看一下 我们把里面的葱姜 给它剪出来 我们把这个汤的上面 这一层的油 给它撇掉 捞出之后 我们里面 稍微加一点盐 入味 底味 好,这样就可以了 喔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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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样我们这款皮肚网 让制作完成 年夜饭上来一份 非常的口谈爽滑 吃着贼过瘾 好 各位小伙伴 你们学费了吗 学费了就请关注我 精彩如此短暂 美味为你出现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